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漂亮的图片站位服 Lonely Pixel 干什么用的 是这样 咱们比如说要开发一个网站 对吧 咱们要开发一个网页 对吧 那咱们如果开发这个网页网站的时候 咱们一般来说分为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 第一 页面布局的设计 美工的工作 对吧 第二 业务逻辑的开发 对不对 那么咱们在页面布局设计的时候 很多时候 咱们可能就是说 layout设计出来 但是每一个具体的位置填充什么图片 什么内容 并没有定 这时候 在咱们做业务开发的时候 就需要把这个布局 或者说这个区域 用一个比如说空格 或者用一个有固定长宽的DF 给它标识出来 为了不影响咱们开发的进度 对不对 那么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工具 就是说一时使用的图片 让它填充咱们整个的页面布局 达到非常美观的效果 好 具体说是干什么的 咱们马上看我的课件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支持点 就一个 网页开发时图片站位服务工具 该怎么使用 Lowlim Pixel 下面我先给您看一下它的官网 因为这我感觉在咱们做这个页面 初期Low的布局设计的时候 非常的实用 好 咱们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官网 也是非常的简洁 然后在这官网的位置 大家请看 这地方它给出了最基本的使用的方法 但是它都是英文的说明 没关系 我给您总结了一下 您看我的课件就可以 非常的简单 好 咱们回到我的课件 咱们看一下 实战演习 咱们该怎么用 比如说 咱们在这个英文布局的时候 需要在一个地方 加上一个400x200像素的图片 该怎么做 一般咱们可能在本地 生成一个空的背景图片 然后在咱们这个 在这个image src标签里面 给它设上一个宽高 但是什么都看不到 对吧 其实是不好 咱们用一个这个命令 就能够随机的从网站上 取张图片下来 咱们看一下什么效果 这行代码 或者说这行URL的意义就是说 随机得到一张 宽高为400x200的图片 马上看一下 试一下 go 出来了吧 随机的一张图片 对吧 这是我们F5刷新 因为是随机 所以说它每次看到的内容 是不一样 悉尼大剧场 对吧 这样的话 在咱们做网页填充的时候 就弄随机的填充图片进来 达到很美观的效果 OK 这个就是这个工具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当然 它还有一些参数可以设置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咱们大家再往下看 我要得到一张随机的灰度图 我不要彩色了 我灰度的行不行 行 这样做 只不过在刚才的URL里面 加上一个G Gray 对吧 加上一个G 好 咱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就会得到一张随机的灰度图 够 稍等 再来一遍 出来了吧 是不是灰了 好 F5刷新 它给咱们多刷新几张 咱们看 没问题吧 灰度图 是吧 下课上看 还是 非常的不错 好 接下来 咱们再往下 我不要这个灰度图了 我想要这个图片的分类 是这样 它这个图片库 给咱们有很多的 准备了很多的图片 这些图片 被分成好多的类 大家听下来就这个地方 抽象的 动物的 商业的 猫的 城市 食物等等 这么多分类 我给你演示了一下 如何取到一张体育的图片 可以吧 400x200 然后取到一张体育的图片 试一下 够 取到了吧 F5刷新 确实是体育的图片 没问题 OK 跑步 好 接下来 是这样 到现在 我给您演示的 所有的 随机取图片的例子当中 每次图片都不固定 对吧 那咱们在页面设计时 我想让它固定下来 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 它有最后跟上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就固定下来 您要取得到哪一张图片 试一下 比如说 我还是取这个体育 但是我在刚才的UR后面 加上一个ID 对吧 试一下 够 这下 这个图片永远固定 咱们F5再刷新再看看 大家请看 不动了吧 永远固定 好 我把这个锁银改一下 咱不是1了 比如说咱是这个 3 行吗 好 我再按F5刷新 永远不动 那换句话说 咱们在做这个页面设计的时候 这张图片永远就是这样图片 没有问题吧 很方便 OK 再往下 再往下 大家请看 我随机得到一张体育图片 并加上文本 这就是附加Ocean功能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没出来 从来 好 大家请看 这张体育图片 这儿呢 有些文本 对吧 这文本就这个地方 当然这天我可以改 对吧 比如说 我这地方叫做 比如说叫 Coma Video 灰车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ComaVideo 出在这辈子上 同时这张图片 我如果想固定的话 该怎么做 加上一个索引 比如说加上一个5 可以吧 在这扇 这个文字永远的固定 再刷新 再刷新 图片也不动 是文字 咱们也设置好了 非常简单 对吧 OK 接下来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 长宽高 有朋友说 你怎么老是400x200呢 别的行不行 当然可以 比如说 咱们做一个 640x400 行不行 当然可以 大了 没有问题 但是他张图 看见默认的 不是640x400 不管了 反正这个 咱们可以调整 图片的大小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OK 接下来咱们再看 固定得到一张体育图片 并加上文本 刚才都给你演示了 这个地方 对吧 加上一个索引的ID OK 按理说 这个课件的内容 我都给您介绍完了 接下来干什么 我给您举一个 实际的例子 看一看咱们怎么使用 这些个工具 是这样 大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建了一个测试的网页 这个网页就相当于说 比如说咱们公司 或者咱们学校团队 对吧 想设计一个页面 页面上 我先不装业务逻辑 我只装页面的layout布局 的一个测试网页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网页的内容 这个网页我是基于 这个bloodstrap键的 咱们先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 做了很多的HTML脚本 这个是bloodstrap的脚本 做完之后 我觉得可以用了 但是用之前 咱们先preview一下 看一下 我这本地开了HTTP 咱们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 这就是我做了一个简单layout 但layout看起来非常的枯燥 您不觉得枯燥吗 没有任何图片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我布局的一个layout的image 对吧 如果在这个页面布局设计时 我能加上一些的图片进来的话 会是什么效果呢 咱们试一下 好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比如说 咱们往上走 我这有一个导航条 对吧 导航条这里面 我给了张图片 这图片的框杆 我这设了一个30x30 那咱们就试一试 比如说导航条的位置 我给一个 我给一个灰度图 这个地方 可以吧 把它装过来 放到这个src的位置 因为是30x30 咱这也就写成30x30算了 好 咱们回到这个网页 f5刷新 大行 这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灰度图图标 网站logo blond出来了 对吧 OK 再接着走 很容易走 再接着走 再往下走 这个总体的大图片的位置 这是整个网站的大的logo 这个咱们比如说 在这个位置 咱们给个什么 看看 咱们比如说 给一个sport图片 咱们给一个实物 好不好 拷贝过来 OK 然后咱们这个 比如说叫Food 如果我们去做反应是FOD 好 咱们再回到咱们网页设计 看一下 出来了 是个Food 是吧 没有问题 当然了 咱们还可以在这位置 调整宽高 不调整的话 咱们在这设计空也行 比如说800x600 这样设计性 800x600 那显得有点大是吧 这个菜看上去挺好吃的 800x400吧 2比1的比例 没有问题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咱们再设计一下 下面的 具体的内容的小的标题 的展示图片 这个时候咱们是这样 这个位置 我给它用一个固定的吧 比如这个 咱们给一个6 看一下 图片把它固定下来 OK 是这个 中华风 然后咱们下面 咱们这图片 就让它不固定 咱们看看什么效果 好 我马上测试 不固定的话 咱们要给一个随机的图片 这个位置 拷贝过来 我看看 拷贝到咱们这个 BuddleStrap的 这个位置 拷贝 咱们先拷贝 咱们先拷贝一个 看看吧 我一共6个 对不对 先拷贝一个 刷新看一下 出来了吧 看这个网站的效果 是不是跟刚才不一样了 对吧 好 咱们接着来 我都给它拷贝上 咱们一下看这个网页 设计出来的 这个layout的效果 反正我觉得 在咱们这个网页设计 layout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工具 展示 做一个图片站位 也是不错的效果 OK 好 咱们刷新 注意看 大家你看 效果挺好 对吧 出来了吧 再刷新一次 这个可能是 刷新 是出了一个透明图 咱们再刷新 出来了吧 有朋友说 你这图像 你怎么都一样 没关系 咱们可以改 对吧 咱们可以在这后面 咱们比如说 能加上不同的 分类 这个叫supports 可以吧 然后上面这个叫 这个比较负的 咱们起个别的吧 刚才咱们进那网站的时候 会有这个分类 对吧 好 咱们看分类 比如说咱们叫这个 city 城市 可以吧 没有问题 再往上 这个位置 咱们再起别的分类 比如说叫这个fashion 时装 没问题 再来一个people people是人 对吧 再往下 咱们再给一个 animals 好不好 animals 这加s 够了吧 够了吧 好 咱们再看一下效果 够 感觉不一样了吧 如果咱们在做网页布局设计的时候 能够这种效果 给咱们领导 或者给客户展示的话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视觉冲击呢 对不对 好吧 我看游游时间关系 今天这个视频 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怎么说呢 网页的站位服 在咱们需要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对咱们说有用 推荐给您 您若是做网页设计的朋友 您不妨试一下这个工具 可能会起到一个 不错的冲击的效果 对不对 好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我今天客件 会放到GitHub上 有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参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